继续来关心连续五天零确诊的宜兰 今天新增盈利本土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 他是19号在台北市联合医院的中心院区PCR裁剑阳性 但之后确诊后他立刻把手机关机至今联络不上 县府已经发动了警针系统要寻人 还要依传染病防治法最高开罚30万 出部调查这名个案近两天在宜兰县内活动 目前已经离开宜兰 今天早上我们才收到中央的通知 昨天开始台北找不到这个个案的本人 连续五天加零破工 宜兰县20号新增一例本土个案 不过离谱的是个案至今人下落不明 证明案14083是60多岁男性 19号在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区裁剪CT指32确诊 因为户籍在宜兰县被列为宜兰个案 不过没想到确诊之后 男子手机关机失去联系 根据了解个案平常在台北活动很少回到宜兰老家 因此家属也找不到人 但初步了解个案最近两天有在宜兰县活动 台北的卫生单位跟我们的卫生局 从昨天晚上打电话打到今天打了非常多的电话 都没有接通或者是关机状态 我们了解这两天有回来宜兰的足迹 但是还不完整 当然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说 他已经昨天晚上就离开我们的宜兰县 究竟男子确诊后去了哪里 现在县府发动警证系统协询要还原足迹 后续也将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 祭出6万到30万元罚还 一时规避隔离断了联系 不仅无法得到治疗 还违及公共利益 这一案中的报导 这一案中的报导